好 人民力量第二節回來 繼續講機場第三條跑道引起的環境問題 我們仍然有兩位專家 一個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如願請博士和李美華小姐 剛才我們講到挺恐懼和憂慮的 就是環境特別是空氣對人的壽命影響 香港人可能聞慣一些臭氣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時候到處都是車噴黑煙 工廠噴噴聲特別是開爐的時候 就整個天黑了 市民就好像習慣了 你很多大型工程 搞到整個海污馬踩也好 那些地產霸權 起到玻璃幕牆和屏風樓 市民就好像心中雖然不滿 但是又沒有什麼社會行動去抗爭 去表示憤怒和反對 那你這一次機場也是一樣 大部分的意見 以及主流傳媒 是一面倒幫忙吹好的 這個香港經濟需要 就像這樣 而對那個所謂社會成本 對市民那個生命的影響 是莫不關心的 博士 即是你們這麼關注這個環境 就是你覺得怎麼去扭轉 和去改變 不要說政府 這個政府不是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府 就是秉潤都是傾斜一大財團的 怎麼去改變市民 特別一些部分主流傳媒 對這個環境影響的漠視這種態度呢 那我相信我們需要一個新思維 這個新思維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是支持可持續發展 香港要發展的 我們希望香港繼續繁榮 不過我們需要 不是用環境的成本做代價 這個新思維就是說 所以在我們以後的基建項目裏面 我們要有一個 就是所謂環境和社會成本的分析 博士 你要跟朋友解釋一下 就是那些人一說成本 就說你的機場如果不起的話 我就不見了多少遊客 我就喪失多少收入 哇 政府就吹得很厲害 是數以百億計的 但是那個環境成本 社會成本完全沒有提及的 因為我們可以用英國的希斯路機場 它一樣在第三條跑道 但是後來就割置了不起了 那麼有一些民間的經濟智庫 是計算過數的 那麼就計算過數 就說原來我計算了噪音 計算了空氣污染 這些環境成本 也是社會成本來的 因為死亡率高了 或者是因為病 醫療成本 社會要負的 或者是因為病 失去了工作能力 很多這一類的 全部是錢來的 但是這些事情政府和香港 沒有什麼人管的 我最記得機場搬了赤立國之後 沿著青山公路沿線 和馬灣有些居民 那些投訴不斷的 有些說我每晚要吃安眠藥 有部分就說我要看精神科醫生 最後有些熬了年紀 熬不住就不行了 要搬走了 因為每晚的飛機都不斷吵 我想你都清楚知道 噪音對每個人的影響 反應不同的 有些人 譬如我老婆 雷打都睡得著的 是不是 每個人不同 有些小小聲就影響他們 整晚失眠的 所以這些研究 香港的學者 香港的團體好像沒有什麼人 做這方面的研究 就是給到任何壓力政府 所以我們很覺得 今次要借著這個千多億的工程 我們要開始做這些研究 我們月底在英國就請了相關那個 經濟學家 來講這個情況 做一些分析 他們就是把這些全部用錢量化了 那些影響 發覺原來社會成本 是大於社會得益的 而且可能是負五億磅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原來我們計算成本之後 發覺原來的得益是少些的 那我們就要做一個 但是香港人 就是那個想法就是 喂 你不起我即時收入減少 或者應該賺到的賺不到 你影響我身體 可能是二十年是三十年 然後整個都死了 所以香港人或者是現時那個思維 好像你這樣講 就是沒有這個思維模式 你怎樣令到普遍的市民 覺得這個所謂社會成本 和這個影響 是要在現階段 決定一個經濟發展項目的時候 要考慮在內呢 我相信香港已經是一個所謂 以發展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城市 一個體系 你看到過去很多事件 大浪西灣好 就是南昇維好 你都看到市民開始 不是單一以經濟做掛稅 做唯一一個決定的指標 而他們都看到 原來環境那些失去 永久損失 其實是賺不回來的 你是錢買不回來的 那我只是覺得 不要緊 我們做了這些分析 將所有的成本得益 全部攤出來 然後由市民自己最終去決定 但是他們要有知情權 即是說這些數據一定要有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而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就沒有這些數據了 你覺得香港 如果找一個團體 譬如委託 即是貴會 就這個社會成本 譬如就赤立國 第三條跑道的興建 參考希斯路 即是那個發展的模式 計算一個香港社會的成本 香港的團體 或者院下 有沒有能力做到這樣的研究呢 我相信第一 就是說 當然我們都很希望見到這個成本 其實機管局是有責任去做的 是 如果動用這麼多資金 賣廣告 報紙傳版廣告 做很多電視宣傳 其實不如 即是把那個資金 運用在這個研究 做這個社會成本的研究 但是它可以很簡單 耍你推理 就說在法律上 它沒有這樣的責任 去跟蹤這個環保條例 就回噪音 就回這個空氣 它可能會做一些評估 那這個就很在乎 它對一個千多億的工程 的重視程度 和對社會的責任感有多大 即是我覺得 如果一個這麼大的工程 我們都看到 因為我們不是經濟專家 但是我們看到報紙都有講到 預期的回報是不是這麼高呢 有些學者都提出說 會不會太樂觀呢 那麼有多少乘客的數量增長呢 因為現在社會一路變化著 很多人反而減少乘搭飛機 很多企業減少乘搭飛機 用視像會議這樣 有些過境的旅客 她未必在香港消費的 那那裡怎樣計算呢 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很審慎去評估的 過去英國也做過一些研究 就是關於就業機會 那你就發覺呢 當初估計的就業機會 和真實的就業機會的數目 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只是覺得呢 我們需要很審慎去評估 它真實的回報是多少 那這個都是對社會負了一個責任 如果不是呢 就好像現在我們是簽了一張支票 但是不知道人馬最終是多少 那這個社會成本 我們希望多一些團體 特別一些學者 特別一些大專院校的專家 真的可以做多一些有益市民的研究 不是每次做一些事情 只是在象牙塔裡面自己欣賞 對那個社會的實際情況 可能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或者是被益 但是剛才你提到一點 我想很多市民都很關注 就是那個空氣 那個二氧化淡 就是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因為表面已經知道 按現時的數據推論 就是那個二氧化淡 除了第三條跑道的興建 都會大幅增加的 甚至是那個增幅可能是成倍計的 但是對人體的影響 現時已經在東涌 就是已經大部分的地區 都不符合那個指標 那如果再惡化的話 對那個居民 特別在那個地區居民 那個的健康和那個壽命 是有嚴重的影響的 那這方面究竟 就是當然有些的指標 有些的數據是累積的 不是單單是航機 也都包括這個交通 因為你看回東涌的發展 除了講諸澳大橋的興建 還有一個另一個新發展 就是東涌到屯門的幹線 也都會帶來大量的交通 再加上這個東涌 就是人口的增加 還有那個新市鎮 其他地方的房屋的興建 那另外再加上這個大嶼北 政府就定為不少地方 是定為這個物流的中心的 也都引致到很多新的交通的增加 就是整個大嶼山 那個環境 預計多種的發展 包括機場新發展 包括物流中心的發展 包括其他道路的發展 包括自己本土人口的增長 和那個土地的改變用途 都會大幅增長 那究竟 還有香港的環保很多時候 是沒有一個總體的評估 是斬見識的 這個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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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呢 就等那個環保處長批 他就好像腹腦爛你 總之我做完這三個 做完這一年我就算數 那這些的問題 究竟怎樣可以確保市民的生命健康 是受到保障呢 所以你正正就是指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沒有看過累積性那個的影響 就是現在呢 都是全部斬見識 但是其實如果累積起來 那麼多的工程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評估 這個評估是重要的 但是現在我們全部是斬見識做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呢其實反映背後的政策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所謂 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這個很重要 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經濟 社會和環保三樣東西都並行的 三樣東西要拿到平衡 這個就是說我們沒有一個長遠政策 究竟香港是怎樣呢 是不是走一個低碳城市呢 走一個最清潔的城市呢 譬如新加坡他説我要走一個花園城市 我要怎樣改善我的氣溫 我要怎樣改善我的空氣質素 然後那些大廈要怎樣節能 他們就是都有一定的規劃 然後就立法規定 譬如說碳排放是怎樣 就是用多少電啊那些 但是你看到香港呢 就是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做少少做少少 變了就是沒有一個整體的 所謂長遠策略 就是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這個又再推一步去看 就是我們欠缺一些剛才你說的 學者有很多 有沒有擺資源去做可持續發展 環保的這些研究呢 政策性的研究呢 我們怎樣去把環保變成一個機會 一個商機呢 譬如我們說六大產業裡面 環保都是其中一樣 但是進展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很多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每一次去到基建 去到對香港有利經濟發展的事情 有很多爭拗了 因為呢 又隱藏了一些環境成本啊 很多成本引人的啊 那你說 是啊 現在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 香港人當然是說對 但是後期你要埋張單啊 攤排放原來要付稅的啊 誰付呢 市民付還是政府付呢 還是政府的錢是否市民的錢呢 那你這些隱藏的成本 你之後埋單的啊 你現在是有短期的經濟利益 但是我們不可以犧牲到 就是將來整個環境已經失去的東西 或者將來有一些隱藏成本 那這個正如剛才你開始所講呢 這個真的要香港市民有一個新思維 是吧 不單是市民 包括政策制定啊 特別是政府的有關官員 那麼傳媒 就是那個關注當然重要啦 就是政府很多時候呢 是被傳媒那個關注點呢 牽液的被指走的 就是傳媒關注 哇 頭版講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政府的政策局就開始緊張了 那傳媒不關注呢 那些官員就想著就可以 騙就騙 可以卸就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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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回避這個環境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就是現在這個機場對新疗跑道 有關的計劃就諮詢意見了 那個法定程序還沒有進行的 那個法定程序 特別那個有關這個條例 有關那個環保方面呢 就是都還沒有進行的 就是我其實自己的看法呢 其實在立法會那次委員會 一談那個機場對新疗跑道 我已經提出呢 其實政府可以想就是 因為政府最近幾年 發展這些大型基建計劃呢 我覺得是偷佈的 它很多時候是雙線進行 就是一方面呢 就做設計做研究 一方面呢 就那些法定諮詢程序呢 就同期去 那就譬如你那些 已經可能做一個 仔細的工程可行性的設計 跟著就同期呢 就做這個環境評估那樣 那你知道那些工程可行性研究 做了一些仔細的東西呢 是數以億計的 開支 還有被人好像做到呢 好像寄成事實那樣 你看看那個高鐵也是啦 是吧 那些環保剛剛做完已經要撥款了 就是根本上有些東西都沒有仔細去看 就已經說要通過撥款去做 那機場對新疗跑道也是這樣的 那其中一個如果關注環境 和一個合理的基建的進行程序呢 其實應該就做了一些大家關注的研究 譬如說 環境評估研究 關於噪音啊 關於對海豚的影響啊 關於對這個空氣的影響等等呢 做了那個基本的法定 就是那個程序 然後進行其他工程研究 可以減少浪費的開支 譬如剛才我都講到 這個小豪灣興建的公路去煤窩 因為這個樹蛙的問題 而整個工程各置 那你現在基層大家都看到 譬如教授都看到 你那個二氧化膽 基本上已經是超標了 你再加上死定了 究竟怎麼樣呢 但這個又沒有法例規定的 是吧 那你那個噪音 航機噪音 他用什麼25個NEF 就是騙人的 是吧 就是基本上是對那個 就是新影響 第三條跑道的地區 特別這個黃金海岸啊 這個深井那邊 災難區來的 但是他用全日的平均值去計算的話呢 新影響地區的那些居民 那個問題呢 是極為嚴重 但是可能未必超過 他所謂25個 就是那個NEF等量線的那個平均值 那變成那些居民法律上 就沒有可以做 那海豚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到時候那些環境評估報告 對不對 那些專家可以扭曲一些報告的 那你覺得那個法定那個的 就是環評 是不是需要預早做 還有如果他們不做的 你們作為一個關注環境的團體 會不會帶動多些討論呢 我相信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都被迫叫停 就是叫他整個諮詢程序去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提供的數據 根本不能夠幫市民做決定 他現在顧問報告裡面 四個設計 跟他之前擺出來的 諮詢報告那個設計 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就是說 根本是 你現在做很多環境的評估 其實最終 不是去到最後那個方案那個 那所以變成浪費著錢 浪費著時間 那所以我們說 不如停了一個諮詢 重新做過一些 就是相關的研究 和環境評估 然後就是好像 剛才我們陳議員那樣說 就是然後我們先去 再去 起步 就是先去決定 那個工程 應不應該繼續 其實你可以 就是自然基金會 在這方面 這麼有這個認識 或者這麼有這個地位 那其實可以領導這個 香港市民 就是 譬如很多地方 我以前都見 就是 建立共識 帶動其他社群 帶動其他組織 達到一個共識 然後透過這個民間的共識 才逼那些法定機構 逼政府回應 其實就是 就是我想是一個時候 以這個新思維的啟動之下 就是不要給那些技術官僚 不要給那些法定機構 才大氣粗 是吧 就是利用它的權勢 利用它扭曲那個議題 因為我們見到太多 這些這樣的調子 是吧 就是 將這些東西吹大到無論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是虛假的 那 有些實際影響的東西 就完全將它掃低 放在那個地毯底那裡 就完全不理 那所以那個 就是 從你剛才所講 這個第三條跑道 其實在環境上 對香港來講 其實都幾災難性的 是 暫時看到 它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才可以符合到這個法定的要求 所以現在我們要有準確的數據 和相關的成本 然後才可以進一步研究 究竟哪些是可行呢 哪些可以減緩呢 哪些是不可接受呢 我相信現在 連這一步我們都沒有去到 還有社會如果大家有共識 即是要求 我們市民有知情權 要合組知道這些環境的衝擊 是有多大呢 我覺得機管局要盡快做相關的研究 還有真是將這些數據公佈 你在八月會有個研討會 是沒錯 提到那個社會成本 那你希望這個研討會 帶來什麼效果呢 我們就覺得有關的所謂持份者 相關受影響的 包括噪音受影響 空氣健康受影響的居民 我們都想他們來的 我們請了英國的專家 我們請了大學的學者 我們都邀請了機管局的代表 或者他肯不肯來 希望他肯來 我猜他也肯來的 然後就是說相關做過一些研究的學者 一起坐下來去談 用科學化的方法去看數據 去看研究 分析了 然後我們預計有300人左右 那個論壇 希望大家去表達了意見 然後去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究竟我們在欠什麼數據 我們究竟在欠什麼共識 我希望透過這個理性的討論 就可以做到 我們就在8月29日 星期一來的 是一個全日由9點開始的一個研討會 就著第三條跑道 就會在溫沙工作大廈 灣仔那裡的主禮堂那裡舉行 然後我們有四個工作坊 有一個是和海豚和漁業有關的 有一個工作坊是和碳排放有關的 有一個是和經濟有關的 包括就業 它現在的運作效率 就是經濟那方面有關的 還有一個就是 第四個是 噪音 噪音 對 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和噪音 我們請了屯門區區議員來 另外就請了一些專家來 就是科大的一個教授 希望透過這些討論 數據 然後將事實攤出來 然後看看差些什麼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因為一個千多億的工程 我們不應該這麼草率 這麼魯莽就做一些決定 我們也希望香港繼續繁榮 希望工程是可以 帶來香港真實的經濟回報 但是實際是多少 我們要清楚 是 希望那個研討會 會帶來新的思維 也都透過研討會 將過去被遺忘或者被忽視的問題 特別關於這個環境的惡化下 對這個市民帶來的影響 希望政府關注 政府有沒有代表 政府呢 我想你也理解 現在未立案 又未進入這個環評的階段 他們有點尷尬的 我也相信 我們很希望他們來 我們有請的 不過我想也是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這些研討會 在香港都過去較少舉辦 透過這些研討會 我自己覺得肯定會帶來一些新的刺激 在思維上和資料方面 都可以迫使到有關方面 特別的基本局 就回一些資訊 要做一些具體的回應 那現在出席的人是哪一類型多些呢 現在都是報名階段 其實很廣泛的 有企業 有一些領導 或者是普通市民 他們都關心的 都可以來的 我們請了差不多40位專家 還有一些部分議員 都會就這個課題去講 過去基於這些大型工程的影響 被影響的人的組織性是較鬆散的 譬如航基噪音 我們接著投訴不斷的 但是又很難組織到受噪音影響的居民 整個團體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變了很多是受影響 但是很多是被迫啞隱 還有沉寂的一群 又很難出來發聲 透過這些研討會 可能有機會給他們講一下 就是說過去受了10年草陰的影響 我自己有幾家人 有些在青衣 有些在青龍頭 有些在馬灣特別嚴重 特別遠至到石蔭 安蔭那些 都有一些居民經常說睡不著覺的 所以那個噪音問題 影響很直接 當然空氣的影響可能是要 沒有那麼明顯 可能要透過一段期間 看回那個地區 研究那個地區裡面的市民 那個平均的壽命是否特別低 還有那些病徵 是否跟其他地區比是特別嚴重和多 但是又不像有些團體做這些研究 所以希望你這個研討會 可以刺激到 或者將來自然基金會 申請到一些基金 可以為地區的人 做多些這方面的研究 接下來呢 研討會之後有些什麼 關於機場的發展 有新的想法或者一些新的工作 我相信可能就是研討會之後 看看公眾有什麼共識 或者一些專家有什麼意見 那就去規劃下一步的工作 不過我們仍然覺得 即是機管局需要將數據 將有關研究 不要拖到去橫評那個法定程序 才去做 那我覺得這個很關鍵 因為大家沒有時間去消化 還有沒有時間去做評估 我想我們都要看看機管局的誠意有多少 譬如我們過往這麼多星期 都要求他拿一些環境成本出來 過了一個論壇之後 看看機管局會不會聽到市民意見 真的想知道更加多成本 更加想了解 就看看他的誠意有多少 拿了多少東西出來 我們之後再決定下一步 其實再怎樣跟進 哇 你幾本環評報告 都是那次在立法會被我罵到 政府趴街 最初他不肯公佈 所以我突然罵到他 就是 出了煙 他肯死死氣 說回去再研究 看會不會再處理 其實公佈了 公佈了 公佈了 但是其實都不是 跟現在出來的三次報導 根本都不是那麼相關 所以明顯看到 他當初所謂的研究是很粗疏 就算我看回 就像剛才我所講的 現時設立的機場 他那份的環評報告 特別是噪音的報告 跟實際的落成之後 是有個差距的 那有些地區的噪音評估的差距 是差6至7個NEF的 就是你看回 他最高25 比如他當初評估那時候 可能是16、7 但是求是去到20幾 所以你看到 就算是現有 特別過去的環評報告 就是他那些所謂的 操縱或者是一些環境 那個推算 那個謀誤其實都很大的 這個一來 就是香港在這方面 當然缺乏專家 特別就是 你以前起啟得不寫做環評的 是不是 你現在做這個赤立國 當年也是很政治取向 還有就是急就張 就是火速進行 是不是 變了很多的環境問題 是完全被忽視的 等同這個沙中線 這個高鐵 高鐵一樣 所以 但是似乎這麼多次的 慘痛的經驗 就是不要說政府 市民都好像 就是無動於衷 也都好像沒有什麼 上過 就是寶貴的一課 其實過去這麼多次的經驗 應該看清楚 做這些大型基建 那些預先的評估 和設計是很重要的 要仔細去看 希望透過你們的介入 透過你們的推動 可以有所改善 今天真是很多謝 兩位專家 就回第三條跑道 關於空氣 關於噪音 關於田海對白海田的影響 跟大家分析了 而最重要的 就是 怎樣令到香港 在這個大型基建方面 對環境的新思維的發展方面 就是有什麼的改變 而令到這個大型基建 對市民的影響 盡量減到最少 和保障市民的生命 和健康 我們期待在這個8月底 8月29日 大家有時間 一定要出席 特別是馬灣 柏麗灣 深井 青龍頭 青山灣 黃金海岸 那些辣的朋友 和東涌的朋友 應該要盡量出席 因為這個機場的影響 對你們和下一代 是影響深遠 我們再次多謝兩位專家 多謝 謝謝